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迪伦老师 很高兴由我继续给大家带来 基于Greenplan,HitDo分布式平台的大数据解决方案的系列课程 那上一节课程中,我们已经结束了 对出款这一部分的一个讲解 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部分 关于HitDo的商业应用案例的这样一个部分的内容 那在这个部分中,我们主要会去介绍到HitDo 它在云计算,在其他的一些商业的领域 那有哪些实际的一个应用 那这节课呢,我们主要先会讲一些云计算方面的一个基础的知识 然后之后呢,我们会介绍一些HitDo在云计算方面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 和特点 那么它在实际的一个应用当中 它是如何去发挥它的作用呢 好 那看到我们这节课的一个目标 主要有这么几点 那么第一点 什么是云计算 那对于云计算 这个概念呢,炒作了很久 那对云计算的一个解读呢 和它的定义呢,也是众说风云 那这里我们会先了解一下 现在在这个目前的市面上 大家对云计算到底是如何去理解的 那它真正的一个核心到底是什么 那么第二一部分呢 云计算的一个特征 那云计算 它有哪些方面的一个特征 我们要实现一个云计算 它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条件 以及云计算 它具有什么样的形态 在不同的场景中 我们该如何去应用云计算 应该如何去使用云计算 让市面上提供的这种云计算的解决方案 有哪些种类 好 那第四一部分呢 我们会讲到HitDo 在云计算中的一个应用 那当然云计算的一个解决方案呢 也会有很多 HitDo只是其中的一种 那这里也会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目前市面上 会有哪些种类的一些云计算的解决方案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HitDo 它的优点和它的一个好处在哪里 我们会做一个了解 那首先来看到第一部分 什么是云计算 那我刚刚讲到 云计算这个概念呢 在很久 大概 最早呢 是由Google 在06年的时候 提出了云计算的这个概念 那之后呢 Google和IBM们就一起 在美国呢 去推行了一些云计算的一些计划 那之后的其他的一些厂商 也慢慢的跟进 像英特尔 惠普 达尔等等 都陆续的去推出了 自己的一个产品 那么这是他大概的一个发展 那么发展至今的话 那云计算的一些厂商 就自称为云计算的一个厂商呢 非常多 像国内的浪潮 曙光 像腾讯 阿里等等 都声称自己是云计算的一个提供商 那 目前来讲的话 所有的一些厂商呢 都去怎么去理解 这样一个云计算 那每一个厂商 他一旦推出了自己的产品 都会声称 我的产品就是云计算的产品 我的产品就是云计算 解决方案 那文微博 也推出了他的一个产品 因为云计算 现在很多都会用到 基本上都会用到 这个虚拟化的技术 那文微博 又是这种虚拟化的一个提供商 那 所以 文微博就顺理成章了 就把自己的一个产品呢 就称之为云计算的产品 那而大卫呢 他也比较聪明 大卫在最开始 头几年 在热炒云计算这个概念的时候 他就赶紧去注册了云计算的一个商标 这是各个厂商的一个行为 那 各个厂商 这么样去 说云计算 那也是出于一些商业目的的一个考虑 那这也是能理解 但是呢 很多消费者 很多对云计算不是很理解的 一些用户 或者客户 那就会被厂商给牵着鼻子走 那 另外第二一部分 就是不相关的一个软硬件厂商 比如说像Oracle 他其实在 介入云计算这个领域呢 相对来讲是比较晚的 那Edison 也就是Oracle的CEO 最初 他看到Google在推行云计算的一个计划 那他是很不屑的 他是很不屑的 他就认为 那云计算 那不就是一根网线 加上计算机吗 有什么特别的吗 那么因为 他自己本身 并没有去介入这样一个计划 那他是很看不上的 那之后呢 大家知道 就是Oracle呢 现在已经推出了一款 一体化的 就是软硬一体的一个一体机 叫做Extra Data 当然呢 现在陆续很多厂商 都推出了这样一系列的 一个产品 比如说 在我们在讲CleanPlan的时候 就介绍过EMC 收购了CleanPlan 也推出了 他的一个计划机 那Oracle的CEO Edison 他收购了 他生产出来的这个Extra Data之后呢 就声称 自己的一个Extra Data 就是产品计算 那就是很搞笑 很滑稽的一件事情 那么 另外 作为我们的普罗大众 我们的客户来讲的话 我们怎么会去 怎么去看待这个产品计算呢 那么对于一般的 很多的一些政府官员 那 也是 对技术这一块 不是特别了解 那为了他的政绩和业绩 他会声称 云计算 就是超级计算机 像有的政府官员 想要去 谋求政绩 然后在他的一个地域呢 会去 想要去推广 这样一个超级计算机的 这样一个计划 那声称他的这样一个计划 就是云计算 向各地的一些学校 各地的一些城市呢 都会陆续去 就是推出这种 云计算的中心 或者云计算的一些 合作的计划 那其实 很多都是 画了羊头 麦可肉 那这里我们就 不细说了 那么更多的像我们这些 可能 不明真相的一些 围观群众 那都是被厂商 被媒体 这样一个炒作 来去接触这样一些信息 那么 我们 像我们这种 群众的话 就很多都认为 云计算 也就是一个集群 它到底是 它做成的集群 就叫做云计算 还是 open stack 叫做云计算呢 或者是 winweb 我一旦用了winweb 虚拟机的环境 它就叫云计算了 还是说网格 和云计算 那么网格这个概念 在之前 也是炒作的 比较厉害 网格的话 其实它就是 一堆计算机 组成的一个集群 然后形成的一个 最终形成一个 虚拟化的一个计算机 那网格的话 它是 它的目的的话 也是为了去 把一个 大的任务 然后拆分成 各种小的部分 然后每一个小的部分 去完成 大的任务的 就像 Appreduce一样 把一个大的任务 先进行一个拆分 然后进行一个 每一部分 分别进行计算 最后进行一个汇总 那网格呢 它的发展过程中 面临了一些问题 就是它在 这种 商业模式上面 还有一些 安全性的方面 有一些问题 所以说 最后没有得到一个 很好的发展 那网格跟云计算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很多人 就会把网格 这种分布式的 计算的处理 也把它理解成 就是云计算 其实它们是呢 其实它们之间 是有一个 很根本的一个 差别的 那差别在哪里 那我们 后面 会给大家 去进行讲解 那最后一个 对云计算 说的比较多的 就是会 经常在各种论团 或者说 在什么研讨会 去发表这种演说的 就是专家 学者 那目前 业界来讲的话 比教授认可的一种 说法 就是说 云计算 它是一种 廉价的分布式 的计算能力 那这样说 对不对呢 那我们不能说 它错 那目前 云计算的话 一百个人 去给云计算 做定义 会有一百种 不同的一个说法 所以说 我们不能说 我们说法一定是错 或者一定是对 但是我们一定要 真正清楚 云计算 它的一个核心 是什么 它到底要解决 一个什么问题 它能给我们 计算 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好处 给企业 给个人 甚至给 我们的一个社会 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好处 这才是 它真正的一个意义 那么到底 我理解的 一个云计算 是什么 那在这里 给大家 来分享一下 那云计算 我认为 它就是一种 储物模式 和拥有模式的 一种革命 那 云计算 它是一种模式 什么模式呢 服务模式 而并不是一种 产品 或者一个技术 像前面 各种厂商 都声称自己的产品 是云计算 那些都是充于 商业目的的一个 考虑来这么说的 那云计算 本身并不是 一个产品 那 它也不是 什么新技术 不是说 有了HitDo 或者有了OpenStep 或者等等的一些技术 或者网格技术 它才有了云计算 这个东西 并不是这样的 云计算本质来讲 我们不应该 把它称之为 技术 它只是 是在一些关键的技术 日趋成熟之后 所催生出来的 一种新的服务模式而已 那其实在云计算 的一个发展的阶段来讲 最早呢 我们是有一个叫做 电厂模式阶段的 这样一个概念 电厂模式的概念 很简单 就是像 以前 人们用电困难 成本很高 那 不可能 每个家庭 都去 进行一个发电 那这样来讲的话 成本是相当高的 那电厂模式呢 就是 用发电厂 来进行发电 来进行 它有一个规模的效应 它会降低 它的一个 发电的成本 那么各家各户 就相当于去 用多少电 交多少钱 那么目前我们都是这样的 那这是第一个阶段 到了第二个阶段的话 就提出了一种 叫做效应模式 效应模式 是在 大概六十年代的时候 因为 那个时候 的互联网 根本就没有互联网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计算机呢 也是处于一个发展阶段 那 那个时候的计算机 是相当昂贵的 普通的企业 更不用说个人 根本就无法去消费 无法去购买 那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把计算机的能力 把各地的计算机 建立一种中心 就像以前的这种membrane 现在也有membrane 这种大机 然后把它的一个计算能力呢 去租有 租给个人 或者企业来使用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 第二个阶段 那第三个阶段 就到了前面提到的一个网格 计算的一个阶段 网格计算 也是在一些技术 比较成熟了 之后 那么 所推出这种分布式的 一个计算的模式 那最后就发展成 现在的一个云计算 那之前 为什么不叫做云计算 就是因为一些技术 还不够成熟 不足以去实现 云计算 它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和目的 它想要去提供的这种服务 那现在的技术 已经相当成熟 那云计算 也有很多的提供的 满足它服务模式的 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说 现在这个概念呢 就慢慢地被炒作起来 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定位 就这个概念 就是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技术 也不是一个产品 而是一种模式 服务模式 那这种模式 它到底有 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那么首先 云计算 它是通过这种集中拥有 使得用户呢 能够得到 其本身 并没有办法 得到的一种服务 或者说 它可以以更低的成本 去获得相同的服务 那这是云计算 所带来的 一个好处 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 云计算 它的一个核心价值在哪里 它的一个核心 就在于去降低 拥有成本 来提高 使用的一个效率 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比如说 我们存储的资源 计算的资源 那这些资源 我们如果要把它提高 这种使用的效率的话 就可以通过 云计算这种模式 来实现 那比如说 我们有一家企业 那我可以自己去 搭建自己的一个 服务器环境 搭建自己的一个 IT的一个架构 那这需要你自己去购买硬件 购买软件 然后购买license 然后需要自己的IT人员 来进行一个开发 维护自己的一个产品 以及我们还需要一个机房 去放这些设备 那么这些机房 我们也需要配套的一些 工条 通风 还有一些维护等等 那这是这样的一个成本 是相当高的 那通过云计算的一个模式 我们如何去解决呢 那这个时候很简单 首先我们有一个 云计算的一个提供商 那么这个提供商 可能是某一个商人 负商他非常有钱 然后他购买了很多的机器 然后借助了某些技术 那这个技术呢 那不管是IBM也好 还是Oracle的也好 还是Intel的也好 等等 我们不管 那么他把通过这些技术 把这些机器 搭建成一个云 那我们作为一个 企业的用户的话 我可以直接 登录到他的一个云端 到云端 去实现我的软件的开发 或者说去存储我的数据 甚至于说 我们直接可以去使用 我们想要使用到商业的软件 那后台的硬件的维护 他的一个软件的维护 软件的license 以及他的一个 这方面的成本 我们都不需要考虑了 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个使用成本 那这个成本相对于 我们自己去搭建一个架构 那成本相对是低很多的 是低很多的 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讲 如果想要去搭建一个网站 那我们是不是要自己去购买一台机器 然后配置数据库 配置各种中间件 或者自己进行开发呢 那么我们如果有云的话 通过云计算这种模式的话 也可以直接去租用 租用我们一个虚拟机 用某一个部分的虚拟机 然后实现我的个人网站的一个架设 那这就是云计算的 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 和它的一个特点 那目前的这种云计算的一个项目的话 我们要先考虑的是它的一个服务模式 和盈利模式的问题 其次才是投资和技术 因为云计算 它的一个解决的技术方案非常多 那么它的投资呢 当然投资是非常巨大的 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 更核心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去 要去创这种云计算的项目的时候 我们优先 最先考虑的 应该是它的服务模式 和移民模式 我们要考虑 通过使用云计算 能够给企业 或者给个人 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 成本的降低 和效率的提高 如果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两个 达到这两个部队的话 这个解决方案 我们是可以考虑的 好 那这是我的云计算的 这么一个理解 那在右边还有一个图 这个图呢 就是实现一个云计算 这种服务模式 需要用到的一些技术 那在上面这一部分 这个圈圈中 是一个哈罗佛奥 就是硬件 那么需要云计算 现在一般都是通过这种 虚拟化的技术来实现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 OneWeb会这么强势 在云计算这个领域 那这是它的第一部分 但并不是所有 那么这边呢 左边这一块 就是网格 就是工具和网格计算 它是一个分布式计算的 一种能力 我们在云端要实现 那么下面 是一个自动化的计算 就是一个数据 中心的一个自动化 那么右边呢 它是这种 就是Web界面 WebService 提供这种中间线 和它的一个展示 页面展示的 这样一个技术 那云计算 它就是由这么四块 四大块的一个技术 组成的一个解决方案 来实现这种云计算的 模式 好 这是云计算的一个 概念的理解 那云计算具备 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 那从我前面讲的 它的一个云计算的 一个概念的里面呢 就包含了这样一个特征 首先它是一个自我模式 自我服务 什么叫自我服务 就是我做一个云计算的 一个使用的客户 我去使用这个云端的内容的话 使用它提供的服务 我不需要跟厂商 有太多的一个交付 只要前期 他给我一个账号 给我提供这样一个 我想要的一个内容 那我去进行各种操作 我只要有网络 我可以自己去在云单 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而不需要 后期不需要更多的 跟这个服务商 和它的一个提供商呢 有更多的一些交付 那这是一种自我服务的特征 那比如说 像我们目前 个人用户来讲的话 会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网盘 那网盘呢 就是一种典型的云服务 那我们只要自己注册了 相应的一个账号 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跟 比如说我们使用百度云 或者是腾讯微云 我们只需要自己去 注册账号就可以了 那么 这些服务商 需不需要跟我们 去进行交付呢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交付 我们只是自己注册 自己在里面去创建文件夹 去上传下载文件等等 来满足我们的 自己的一个需求 那么它第二个特征 就是按使用量来击费 那目前很多的这种云服务的话 那我们个人来体验的话 是很多 就是成本是非常低的 甚至于是完全免费的 那到企业级呢 那费用其实也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 目前提供这种云服务的这种厂商呢 解决方案呢 还是比较多 我们选择的余地呢 也比较大 所以竞争也是比较激烈 那对于传统的 模式来讲 就是 飞云计算这种服务 对企业来讲的话 一般会采用这种 托管 服务器托管 托管在 一些大的供应商 比如说电信 移动 联通 它的一个机房 IDC的机房 我们会把服务器 托管在他们的机房 然后 可能按年 来讲年费 然后由 这些供应商呢 来给我们提供 这种服务器的维护 和它的一个 网络的一些 维护的一些工作 硬件的维护 和网络维护的一些工作 那这个费用是相当高的 是相当高的 那相比之下 我们使用云计算 如果是 只是在 服务的一个供应商 去租用一小块虚拟机的 一个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去实现 我们的 一个企业的需要 那这样的成本 我们只需要按使用量 来计费 我使用了多少存储空间 我使用了多少流量 那这个计费的 是相当低的 那么第三个特征 就是弹性架构 那这个所谓的弹性架构 也是基于云计算的 它本身这种技术的特性 也基于它的一个 核心理念 核心价值的一个 要求和体现 那么什么是 弹性架构的一个体现呢 首先对于我们企业来讲 我们只是租用了 云端的一部分 那么每个人 可能都租用了云端 你这个服务商 云端的一个 一部分内容 那么可能是一部分存储 和一部分的计算能力 那么企业与企业之间呢 他们可能不会在 在同一个时间会面临的 它的一个使用高峰 那有些可能在夜间 是一个使用高峰 有些可能在白天 是一个使用高峰 那这个时候 对于白天使用的用户 如果说 它的一个资源比较宽松 它的一个资源 就是消耗 会比较大的情况下 我可以先临时的去挪用 别的用户 他可能拥有的这样一个资源 因为别人是处于一个空闲状态 我处于一个忙的状态 那通过这种弹性的一个机制呢 去调整 那么使得我在非常忙的时候 我依然拥有非常好的计算能力 和一个非常好的存储 的一个功能 那这就是一种弹性的机构 那对于运营商来讲 对于云服务的一个提供商来讲的话 他也有这种 应该有这种弹性的一个架构 就是说 我现在面临的客户越来越多 我的存储 比较是有限的 那我如果随着客户越来增多的话 我的存储空间 我的计算能力 需要不断的去扩容 那我只要说 线性的去增加节点 增加机器 就可以 再不影响 其他用户使用的情况下 可以扩容 我的一个架构 那这也是一种弹性的 一个架构的要求 那么第四一点就是可定制化 可定制化 那么很好理解 就是用户可以在云端 可以去自己定制 自己想要的一些服务 可以去自己 去定制自己的内容 那这也是 云计算的 它的一些特征 那目前 跟我们 比较接地起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比如说 就是通过 一些APP server 或者说一些通过我们的手机 PC端呢 我们会用到一些云计算的服务 那么用的最多的就是网盘 那对于企业来讲呢 我们 企业可以去用到 一些云服务提供商的 它所提供的这种 软件 或者提供的这种 计算的能力 或者是 比如说数据库 或者是 我可以直接借助 它已经拥有的这种计算能力 来处理我的一个业务的问题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 那另外 云计算的形态 目前比较 受大家去接受的一种 形态的特征呢 主要有三类 第一个就是私有云 什么是私有云呢 那么顾名思义 它就是一个私人所拥有的 一个云端 也就是说 为一个客户 所单独去使用 来进行构建的一种 云 那么它可以提供 对数据和安全性的 和服务质量的一个 最有效的控制 因为私有云嘛 它是私有的 那一般的企业来讲的话 只要有一定的能力 它都会去搭建 这种私有云 供企业内部来使用 那比如说 对于一些 可能是法国公司 或者说像一些 国内的一些 化身的企业 它都会去建立这种私有云 然后使得 我的各个部门 各个地势 或者是全球的各个区块 它都能去通过这个私有云 访问到一些 共有的公共的信息 那这个云呢 对外界来讲 对公司以外的来讲的话 它又是一个隐私的 又是一个保密的 那对企业内部来讲呢 它又是一个公开的一个云 就叫做一个私有云 那第二一个 就是目前出现了 就是比较多的一个 形态 那么也就是一个 目前来讲 比较主要的一种形态呢 就是公有云 那公有云 主要是指通过第三方的 一个云服务的提供商 来为用户提供的使用的云 然后不同的用户呢 可以去注册 可以去申请这种服务 那这种公有云呢 就是供很多个用户 来进行使用的 那么它一般需要我们 去通过internet去使用 通过网络来使用 那么可能是免费的 也可能是成本非常低廉的 那么刚刚我一直 举到的一个网盘的例子 像这种百度云 或者360的云 或者说新浪的这种云 这些都是可以供我们 个人用户来使用的 一个免费的云 那这种云就是公有云 那当然企业层面来讲的话 它也会去购买一些 云服务的 可能自己想 企业想架设一个网站 这个时候呢 也可能去用到一些 供应商提供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像阿里云 就提供了这样一些方案 那么价格也是相当低廉的 那么第三一种 就是混合云 混合云 很简单 它就是公有云和私有云的 一种结合的方式 一种结合的方式 那目前呢 相信以后的话 就是越来越多 会以这种混合云的方式来呈现 那么随着云计算的 它的一个实现的技术 越来越成熟 它的一个商用模式呢 也越来越成熟 那么包括 一直所受诟病的云计算的 它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安全问题 它在未来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呢 相信逐步会得到一个解决 会得到进一步的一个完善 那么 因为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一些 厂商 像爱变 Oracle 都致力于去加强云计算的一个发展 那么他们在考虑的安全性 以及使用的一个效率 这一方面呢 也是付出了很多的一些 导动 那么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它的一些产品 像IBM有这种 Smart Cloud 就是智慧云 这种产品 那么也是推广的 非常厉害 大家有兴趣呢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 我们再看一下 云服务的 它的一个服务的形式 服务的形式 那它的服务形式有三类 第一类叫做IaaS 什么意思呢 就是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就是基础设施 即服务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基础设施 服务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图 所谓的基础设施 就是指 在IT架构里面 位于它最底层的 一些基础的架构 比如说 基础的 存储 基础的网络 基础的一个虚拟化的环境 那这都是最基本的一个架构 所有的 IT的上层应用 都是 比如说数据库 比如说中间键 比如说我们的Web Server 各种软件 或者计算的挖掘 数据挖掘 分析 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架构的 那么这是最基本的一种服务 叫做IaaS 那么用户呢 可以去申请 这样一些基础的服务 来获得它的一些存储 然后我们在这个存储的基础上 比如说 我们可以申请一台服务器 就存储一个空间 对吧 在这个空间中 我们可以自由的去 配置数据库 自由的去 可能去创建一些软件 然后进行下一个开发 那么这是一种服务类型 那么第二种叫做PaaS 也就是Planform as a Service Planform也就是平台 平台及服务 平台及服务呢 是在基础设施 这个服务上面来进行的 由云服务的提供商 去进行了更多的一些架设工作 比如说现在 云服务提供商在这个 提供了一个PaaS的一个服务 那它在它的一个云端呢 它会 配置好了 这样一个分布式的数据库 和分布式的一个处理 那么这个就是为 我们要使用的客户 企业 它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库 比如说HBase 或数据立方 或者说提供了这种 MapReduce的这种计算能力 它的一个计算的 通式 通过式计算的这种方式 那用户来讲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使用 它的一个数据库 直接去使用它的一个计算能力 来处理我的一个业务逻辑 好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叫做SAAS 也就是Software and Service 软件机服务 软件机服务也是最上面一层 软件机服务 很简单 就是服务的提供商 它直接把软件提供给 我们最终的用户 提供给企业 我们软件 由这种云服务的提供商 它已经购置了软件 已经把底层的基础 搭建好 数据库也准备好 然后软件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软件的各种license 各种认证呢 都不需要我们客户来进行操心 那我作为一个客户 我作为一个企业 我直接去租用 就使用这个SAAS的服务的话 我就直接非常快的 我企业里面 我完全可以不需要 自己的IT人员 完全不需要自己的服务器 不需要自己的机房 我就直接用你的 已经有的一些软件 然后进行我的一些业务的发展 那这是最高一层的一种服务 那其实PAS呢 本身也是一种 SAAS的一种 其中的一类吧 可以说是 不过PAS呢 它仍然需要我们企业 有自己的一个IT人员 可能在这个平台上 来进行一些自己软件的一个开发 等等 这是它的云的一个三种的服务形式 三种的服务形式 那么现在目前厂商的话 针对就三种呢 都有相应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各个厂商都会有 那云集算 我们前面讲到了 它的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 就是说要降低成本 要降低成本 提高资源的一个使用的效率 那云计算 它可以怎么样去降低成本呢 那么首先第一点 就是提高软硬件的一个使用率 那前面举的例子 我也讲到了 就是当我们 不同的企业 或者不同的个人 去使用了一个提供商的一个公有云 那么在这个云里面 它其实资源都是共享的 那不可能每一个人 在同时 或者每一个用户 在同一个阶段 在同一个时间段 都处于一个非常防慢的状态 那么有人会空闲 有人会 非常忙 那忙的时候呢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的 那空闲的时候会比较多 那如果对于 不使用这种云计算来去找 方式呢 如果使用本地的这种IT 传统的IT架构 如果我们 不使用这个软件 或者不使用某一个服务器的时候 它就一直处于 这个空闲的状态 那么这个硬件呢 就放在那里 就由它去老化 那么就降低了这个硬件的一个 使用的效率 那一旦我们搬到了云端 那么大家呢 就可以去共享这种软硬件的资源 那么就可以提高 它的一个使用效率 那么这个相信大家都很好地可以理解 那么第二一点就是 集中管理来降低能好 如果说像这种 传统的IT架构 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在自己的企业当中 去搭建这种 购买这种硬件 然后或者甚至于自己去发电 甚至于自己去进行这种软件的配置 这种软件的开发 那分布的管理 分开的管理 那成本都是相当高的 那么集中管理呢 就会带来一个规模的效应 就像我前面讲到的电厂的模式 那这就是一种规模效应的一个体现 那第三一种就是决约 维护人员了 那自己如果去搭建这种机房 或者购买硬件 那肯定是要相应的一个 IT的维护人员 包括硬件的维护人员 包括数据库的维护人员 就是DBA 包括软件的一些维护人员等等 这些都是需要成本的 那么云计算 通过云计算的这种模式 它这种服务模式 就可以在这方面 在这三方面帮助我们 可以去降低成本 那么前面都是谈到了云服务的 云计算的一个好处 和它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那云计算有没有风险呢 有没有可能给我们增加成本的地方呢 那么当然是有的 那么它的一个成本呢 主要是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它的一个安全的风险 那么对于公有云来讲 我们所使用的 这种存储是位于工艺商那边 我们所要存储的数据都会放到云端 这个云端呢 就位于了我们云服务的提供商的 它所提供的这种架构里面 硬件里面 甚至于数据库里面 那么这个安全问题如何解决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 那么万一碰到那种服务 那种道德比较低下的一些提供商 零服务的提供商 可能就会去买卖我们的一个数据 把我们的数据卖给别人 那这是一种很大的风险 尤其是对于企业来讲 就可能存在一种商业的风险 商业机密的一个泄露 等等这样一个风险 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对于私有云来讲 可能还好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可用性风险 可用性风险 也就我们要使用这个云计算的模式 那我们一定要借助于什么 一定要借助于网络 你必须要有网络 你才能使用到云端的一个软件 或者是它的一个存储 那么一旦说这个网络散掉了 或者说供应 有这种网络的运营商 像电竞或者移动 他们掉链子了 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去使用到云端的一些资源 那不是会阻碍我们企业的一些业务的发展 那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风险 那么第三一个就是绑架风险 因为我们要使用云端的这种服务 我们需要去依赖于服务商 他所提供的这种服务的好爱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需要付出一些费用 那么可能开始的时候 云服务的提供商 会提供一个比较低廉的价格 来吸引我们去使用他们的服务 那么一旦当我们的架构 都依赖于当我们企业的运行 都依赖于它的云端服务 所提供的这样一个内容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就可能出现 我们被这种云端服务的提供商 绑架的一个问题 那它可以漫天的要价 那这个时候你就非常的尴尬 到底是 我不继续使它的 使用它的一个服务呢 还是说我们自己去 将数据进行迁移呢 如果不使用的话 我们会影响企业的发展 那么会造成很多问题 那如果迁移的话 那费用也是很高的 那这个时候 企业就可能面临这种两岸的问题 那同时 像这种云服务的提供商 它本身也有可能会被绑架 怎么说呢 比如说 像有一些云服务提供商 它可能是购买了一些 商业的一些软件 比如说使用IPM的 或者是 Origal的 它提供的这种解决方案 那这种解决方案 都是需要 购买它的一个license 并且我们要定期的 我们进行一些更新 那这个时候 云计算的 服务的提供商 它可能也会被这种厂商所绑架 那么厂商所要的一个 费用是非常高的 那么看到你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云计算的提供商 那个时候 那你有的是钱 那我肯定就敲你一笔 那最终呢 这个云服务的提供商 又没有办法 成本增加 就必须要转嫁到 它就会转嫁到 企业 转嫁到个人 那么就是一个敲一个 将一个敲下来 那么最终 利益受损的 就是我们最终的 使用这个云服务的 个人或者企业 那么当然现在 这些问题呢 在随着云计算的一个发展的话 也在逐步的去解决 去规范 在行业里面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些规范 包括法律的一些相应的一个规范 包括一些统一的标准的建立 那么在安全性方面 刚刚也讲到 各个厂商也致力于去达到他们的一个 提高他们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 技术的一个发展 来保证 云计算 它所提供的云端的这种服务呢 是足够安全的 那么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不使用云了 也是不安全的 因为我的东西放在本地 有可能硬盘损坏 或者说被别人偷窃了 这个时候也是一种损失 也是一种风险 这个主要看个人或者企业 怎么去衡量 怎么去看待 那么像之前 大家所热议的一个话题 就是验照门的话题 那这就是因为 某某同学 把自己的一个硬盘 给拿去修 结果资料就泄露了 那么如果你放到一个 可靠的云服务的提供商 放到云端 它给你提供这种专业的服务的话 那你可能就不会 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了 好 这是一个题外话 好 首先的关系呢 我们这一节课的内容 就大致讲到这里 那么下一节课 会跟大家去讲 海度在云计算 这个领域的 它的一个应用 好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程 再见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